听故事,贫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作为儒家学说代表人物曾子的后裔 曾国藩严格遵循儒家学说的教导 修身律迹,以德求官,理智为先,以忠谋正 他被后世奉为半圣,也并非权威吹捧之意 但在军事指挥,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操作中 他的一言一行,绝对和圣人一点不沾边 前封十一年,曾国权调集部队围困安庆城 就在攻城之前,他接到了曾国藩的指示 可称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无大事 安庆城破后,曾国权根据曾国藩的指示 将城中两万多太平军全部屠炉殆尽 安庆城内的大屠杀,让一向心狠手辣的曾国权也开始于心不忍 向曾国藩言及了屠城回忆 可曾国藩似乎觉得还不够 攻打南京城时,将南京城围困到粮草断绝后 太平军将领李秀城向曾国权请求 给城中的老幼妇孺留条活路 曾国藩则对曾国权如此下令 城内放出之妇佑,迪安前在九江一概不收 扔送进城内 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知内乱 二则孔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 意思很明确 城中居民却不饿死以后 守城的太平军就会彻底失去依靠 成为无水之鱼,无母鞠之鸟 战斗力才会大幅度下降 将军攻破南京城的胜算才会更大 也就是说,在战事指挥中 曾国藩简直就是一个残暴到丧心病狂 冷血到令人发指的杀人魔王 如此形象又怎能配得上完人称号 南京城被攻破以后 曾国权在曾国藩的授意下 纵兵焚烧,抢掠齐天齐夜 血洗全城 对南京城的疯狂血洗 在诗人笔记来自后世资料中 均有过相关记载 如果国人的记载有着对乡军 或刻意美化或过度抹黑的主观嫌疑 那么我们就从乡军的合作单位 英军对乡军暴行的美化报道中 来看一下当时的惨状 华北先驱报报道了一个英国军人 目睹清军临时太平军俘虏的景象 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 交给一批流氓强奸 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 有些少女 筷子手将他们翻转过来 面朝天 撕去衣服 然后用刀直抛到胸口 一些筷子手做抛腹工作 能不伤及五脏 并且伸手进胸膛 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 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 也从母亲怀里夺取抛腹 很多太平军俘虏不但被抛腹 而且还受到了最精细的零食苦行 在这一篇报道中 将图城的乡军形容成了魔鬼的化身 将当时的南京城形容成了人间炼狱 不可否认 邓国藩的身实远略 世人之名 乃至在人格修为 自家方略 学术研究上 有着令人叹服的巨大成就 能被李鸿章评价为 旷世难逢天下财 也并未浪得虚名 但就其冷血残忍的本性 双手沾满的鲜血来看 他绝对配不上完人之称 对此你怎么看呢